三百多棵樱桃树被人从根部直接砍断 五年的辛劳夜化为泡影 到底是什么愁什么恨 导致有人下这样的狠手啊 三四月份以后樱桃就要上市了 众所周知樱桃好吃树难栽 樱桃果树从栽种到真正挂果成熟 往往需要四五年的时间 你要用很长的时间去培育 最终才能迎来丰硕的果实赚到钱 然而辽宁大远瓦房店的一个农户 最近却遭遇到了灭顶之灾 五年之前他们包了十几亩地 栽种了三百多棵樱桃树 去年是这些樱桃树第一次挂果 但是果实相对比较稀少 到了今年这些樱桃树完全成熟了 他们正等着一个月两个月之后 大量的樱桃结果 他们能把前期投资收回来 然而谁能想到就在前几天早上起来 农户突然发现他十几亩地里的三百多棵樱桃树 统统被人从根部直接截断了 血本无归啊 这三百多棵樱桃树通通历史死掉了 树上挂的所有果还没来得及长大 就已经再也没有机会了 而他五年来的辛勤投入真是一招化为泡影 到底是什么人和他有什么样的冤仇要对他下这样的狠手啊 要知道三百多棵樱桃树 你一棵一棵的剧断 那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啊 对方一定是有预谋的挑准了时间 而且不惜人力投入的把这些樱桃树通通剧断 这绝对是一种损人也不利己的行为啊 因为你把人家的樱桃树破坏掉了 你自己其实除了泄愤报复之外 你什么都没有收获到啊 而且我们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纠纷了 这已经应当是上升到形势层面了 你把人家十几亩地三百多棵樱桃树通通给截断 你这造成了人家财产的巨大损失啊 所以我们建议当地农户赶快报警 让警方去调查这件事 找出罪魁祸首 并让他进行赔偿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 破坏樱桃树的犯罪分子和这个农户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的冤仇 但是以往我们倒也听说过啊 有一些农村搞养殖的大户 说实话那真是非常担心的盯着自己的池塘 盯着自己的田地的 旧有村里的人嫉妒人家赚到了钱 一夜之间投下毒药 使得人家整个池塘的养殖鱼通通死掉 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罕见 但是我们也真得奉劝这些犯罪分子 看到别人赚钱了 你完全可以向人家学习 用你辛勤的劳动去换得财富吗 你眼红人家 你就去搞破坏最终你将迎来法律的严惩 不但你要赔钱 可能你还得进去待一段时间呢